說今天你已經更新的一些那個佈景主題的話 那當然你之後可以這個button太亮的話也可以直接 這邊其實也都可以再調整每一個每一個地方 如果你加了一些效果然後可以再調整 這好像太黑了 另外的話其實底下這個飽和度 跟他的那個什麼亮度也可以再調一下 如果飽和度啦亮度可以提高一點點感覺好像比較淡一點點 這底下這兩個拉桿也可以讓他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再加上你要的這個效果 然後調一下飽和度吧 然後把好像改 李白的話 好像改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有點像比較古人的 古人是不是都穿這種顏色的衣服吧 OK 我就把 不過好像 奇怪怎麼都同一個色系 然後這邊的話調一下 如果你把他調整完之後 最後當然你就是直接重新download 比如說我又多增加一個C的話 你要更新 特別注意 每一個每個顏色你都要變更過 而且最好是自己再把它點選一下 看確定一下有沒有那個效果出現 尤其是像這個list bar 像剛剛有同學顏色沒有變更 然後呢就想說看一下結果就發現其實裡面沒有設定 那當然就沒有那個效果出現 所以最後的話呢我們就把它download下來 一樣這邊把它改一個叫 the app 那名稱這個可以定義啊 自己定義一下 其實他也跟你講說其實就這一行 把它download一下 那不過這個網站的缺點就是你按下去 你會發現他奇怪 都很容易卡住 所以如果你 有的時候要多按個幾下吧 然後他可能或者點下去之後 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他才會 download下來 那如果說你們已經更新的一樣 把download下來的這個 再把它重新解壓說 重新再把 這一個檔案 把它再放到你的網站裡面去更新 這樣應該 再去變更那個 data thing 等於c 才會有那個效果出現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你要設定的時候 可能要選的時候 你要選到位置 你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 你要針對的是哪些data rule 比如說像這個是page 這個是整個 整個是 這個頁面 整個都是b 如果說你要選的是某部分的話 你就是可以選其中 比如這個是內bar 針對內bar做一個特效 但是有一些可以做 有一些不能做 ok 所以有些同學 如果說假設那個效果沒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再選部分 比如說他的業手 跟他的內容 再去做調整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樣有一個缺點 就是點下去發現 哇 登錄要等個大概十七二十秒才登錄 而且我剛按了好幾下 結果他一下問我說要不要登錄好幾個 所以我就全部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這個檔案 把它拖拉到這邊 JQuery Mobile下面 把它蓋過去 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本來是data thing 全部都用b的話 我現在全部都要改成c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的方法 給各位 就是我建議各位可以用一個一招 就是全部取代就好了 你可以怎麼 data thing等於b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Ctrl C 再按一個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了 尋找與取代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data thing等於b 全部改成data thing等於c ok然後全部取代一下 取代完之後 我們再切換一下 看看有沒有變更的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就變成我剛剛設定的樣式 並且點選它 你這個感覺好像 已經好像用比較漂亮一點了 ok我自己覺得 好點下去 但是有個問題 上面為什麼奇怪 好像都ok了 但是問題上面為什麼沒有變 其實如果上面這個地方沒有變的話 那通常 因為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由那個data row 它等於黑 它等於黑的去管理的 所以如果上面沒變的話 你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找到它上面這一個區塊 特別重要不是整個page 你現在選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data row data row是page不對 應該是這個data row是header 因為上面部分呢 要改成我剛剛的那個data thing 所以你把這個header 改成c的話 我看一下 應該這樣切過來看一下 升平會不會變呢 上面跟著變 ok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有些部分 奇怪你想說 上面為什麼沒變 你就要針對上面部分 再給它一個data thing 這樣子就ok了 給對的位置 它就整個就會按照你的需求 去把它 產生一個新的布景主題 那做好之後的話 一樣 我們就可以這個也沒改 所以這個是早年 那早年部分的話 一樣我就作品 其實好像也是header header部分的話 一樣把它改成c 所以基本上應該 底下的每一個風格 記得點這邊一下 把它改成c 那這樣的話 每一個header 上方應該就不會有漏網之魚 不過可能還是要花一點心思 把這邊一個一個的 各個把它設定好 那設定好之後一樣 把它儲存一下 那我們待會呢 一樣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做好的結果 在壓縮之後 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上傳到那個phone cable 按右鍵 把它壓 加到壓縮檔 然後建一個vip vip 然後把它傳上去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基本上呢 請各位就是一樣 你不一定要做理白 你可以找一個你喜歡的文學家 然後主要就是說呢 我希望我看到的你的這個app 是有顏色就可以了 不過顏色也要漂亮一點 顏色自己調一下 不要說有一塊有 有一塊沒有 盡量還是統一一下下 那主要就是記得 第一個 你要到singroller上面 增加布景主題 最好是ABCDE五種都給它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呢 再把那個布景主題把它變更一下 當然你可以每個頁面 都一個布景主題 不過感覺最好是統一一下 不然一個AE是這個樣子 一個B 那頁面不同頁面長不一樣 感覺好像一個沒有統一的一個布景主題 感覺就怪怪的 OK 所以盡量呢 還是把那個布景主題統一一下 然後試試看吧 那這一個singroller主要的目的就是什麼 可以讓我們的顏色大大突破 不然的話之前真的是感覺只有黑藍銀輝黃 用來用去這些顏色 感覺沒有那麼漂亮 那今天的話你要什麼顏色 就有什麼顏色 整個從五個顏色大概大大的擴充 我看幾百種幾千種顏色都有了 你要怎麼去改就怎麼改 OK 試一下